Hello 大家好 我是Snowkey 欢迎来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开箱的是 Sephora UK的产品大礼包 Sephora终于在西伦敦的 Westfield 盛大开幕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 英国没有Sephora吗? 你在高兴什么? 我也是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但是我们这么好逛的一个国家 一直以来都没有Sephora 上礼拜开幕的时候 它的排队人龙整个S型排到了一楼 Ground Floor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还好我抢先大家一步 先去偷看了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些牌子 非常非常的让人振奋 然后呢Sephora的占地非常非常的夸张 就是有各大品牌 有发品啊 保养品啊 化妆品啊 欧美品牌啊 或者是一些小众品牌啊 英国品牌 香水你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些 你可以做SPA Facial Spa 甚至你可以试用GHD的那些电棒啊 吹风机之类的这种体验区 也都有非常非常的丰富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我拿到什么大礼包 老实说真的超级重的 那时候我拿到的时候想说 这是要我怎么回家 还好它这边呢 可以拉出行李杆 它有两个轮子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样一样的从这个大包包里面挖宝 看看有哪些东西 先挖到的是这个 Hugo Boss的香水 南香法 这是一个发膜 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很glossy 很闪亮亮的这种发膜 哇这个牌子我完全没看过耶 Skin Fix Triple Lipid Peptide Cream 这个可以在洗完脸之后呢 上在脸跟脖子上 也可以跟你最喜欢的 维他命C那些精华一起用 快速让你的皮肤补水的东西 这个也是香水 Sunflower Pop 一个热带感的香水 还是阿姆斯特摊的半骨博物馆推出的 这也太神奇了吧 接下来这个牌子大家可能有听过 Drunk Elephant Resurface跟Reveal 在家做脸的概念 温和的去角质 然后有25%的AHA 跟2%的BHA 然后还有加一些Virgin Marula Oil 加强它的保湿 这个牌子最近其实热度蛮高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感觉可以试试看 下一个是Make Up For Ever的定妆喷雾 这应该不用介绍了吧 这个又是一个去角质的 好多新的品牌喔 这些我都没有买过 然后All Skin Type 所有的皮肤都可以用 中性 干性 敏感性都可以用 它是终极去角质的产品 这又是香水 7 Virtues Coconut Sun 这牌子我也没有听过诶 怎么办好咕噜寡闻喔 包装蛮可爱的啦 The Inkey List 这是锁水的一个精华 还没完诶 真的还很多 好Elimus 终于有一个看过了 觉得有亲切感 玫瑰口味的卸妆膏 非常好用 我家里囤货可能还有两盒吧 而且卸得非常干净 终于找到一盒彩妆 Tarte的眼影盘 24个颜色 比较暖色调的一盘 不确定实不实用 但是可以啊 Iconic的 它就是有点那种保湿精华喷雾吧 就是让你上妆之前 你可以喷一下让它有点舒缓啊 有点水分啊 然后有点光泽感这样 好多 Shiseido的 加强你皮肤的内在抵抗力 让它更健康 到底是干嘛用 嗯 一个集中的精华吧 GESO 用完之后呢 你不用再洗头的一个护发乳 这个就是定妆蜜粉柄吧 Red Can 超强力的护发 Power Lip Pigment 这个NARS的 Star Woman 护面的唇釉 好像是保养品跟发品比较多 Virtue的 Healing Oil 它这个油里面还有一些些粉 沉在底部 所以你在用之前要摇一摇 也是用在头发上的 哦这个牌子我看过了 Medic A 维他命A的Serum Living Proof 干洗法 这包装我还蛮喜欢的 比起一般那种 看起来有点廉价干洗法 这个看起来蛮漂亮的 POLAS CHOICE C5 Super Boost Moistriser 保湿乳咯 OlaPlex Number 8 这个发膜 也是强力发膜 我之前都是用他们家3号 8号我还没有用过 但是我有发型师朋友推荐过我 Natasha Denona的 Mini Glam的这个眼影盘 Ren的这个眼霜 看起来比较小 但它还是正品 它还是15梦 Elia的Multi Stick 腮红膏 很自然的一个颜色 Murad Night Cream 哎哟什么东西露出来了 有一些东西露出来了 因为我上次在那边 拉拉拉的行李箱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保容品 撒出来了 一个晚霜 又是一个mask 到底要多少mask啊 这也是用在头发上的 这包装就蛮年轻化 蛮可爱的 Fenty Beauty的 Fenty Glow 唇蜜 使用的一个颜色 但它叫唇蜜 还蛮黏的 这个是 Sephora自由品牌的 一些东西 Lip Plumper 跟这个唇蜜 睫毛膏 这三个都是 Sephora自由品牌的东西 还有一个 Sephora的纸面膜 数了一下 总共居然有32样产品 真的超级夸张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Sephora大礼包的开箱 很多东西我今天才会 开始慢慢的试用 那如果大家对于哪一样产品 特别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留言跟我说 我会优先开始 试用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赶快去 Westfield的Sephora逛看看 然后告诉我 你买了什么吧 下次见 拜拜